国军战斗不强T91 力行打靶训练 却没想到清泉高一名上兵 遭子弹击中下颚 贯穿脸部伤重身亡 家属悲痛现身殡仪馆 据了解26岁许姓上兵 家住台中太平 未婚是父母领养来的独子 家里还有高龄80多岁的阿嬷 事发至今 家属还不敢让阿嬷知道消息 现在是干净的阿嬷身体会 用不着 而上兵脸书上放着与爱群的合照 他先前当了四年兵 退伍之后疑似想多存点钱 才在今年六月转为志愿役 没想到八号下午两点 清兵器射击训练过程中 遭子弹击中死亡 有一说是步枪枪托撞击地面导致 到底是不是这样 法医高大成说 可以从伤口判断出射击距离 来确认到底是否为意外 贴色才有可能自杀 近色眼色都可能是他杀 那是别人亲将打到他 人也很可怜 打法训练怎么会出人命 家属认为不可能轻生 因为他回部队前一天 还在帮家里处理大小事 聊天互动都没有异状 那个环节有问题 军方要彻查 给家属一个交代 记者卢俊杰往上海台中 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